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节肢肠癌 也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大肠癌 我们中国的肠癌 乃至世界的肠癌 现在是一个常见的恶性肿瘤 第一生作为临床医生 每天也在接诊大量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肠癌的患者 对 近些年来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三十多年的从医经验 我们见了很多的急肢肠癌的病人 有不少的遗憾 但更多的是欣喜 遗憾的是我们中国的急肢肠癌的 目前的发病率还在不断地上升 欣喜的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新的治疗手段和治疗的效果 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在治疗的能力跟效果 很好的基础上 我们也不断在研究我们中国 肠癌患者的一些和西方和国外 不一样的一些特点 那么无论是患者还是医务人员 你只有了解了他的一些疾病的特点 才能有地方式地去做合理的预防 合理的诊治以及合理的治疗 那我们今天现场也请到了三位嘉宾 欢迎大家 刚才通过丁医生的介绍 我们了解到肠癌在我们国家 已经不算是一个少发的癌症了 那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 对于肠癌您了解多少呢 我那次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当中 做了一个血的查 就是肿瘤标的物的检查 结果这一查不要紧吧 其中真有一项指标有点高 这会儿我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 因为它跟癌有关系嘛 所以就开始紧张了 然后我就去找医生 我做一个肠镜胃镜 结果做完了以后吧 真的发现这个叫囊肿了 就是叫肠膝肉了 发现肾肉以后呢 医生呢也做了活检 做了以后吧 我再去抽血化验的时候吧 特别的觉 那指标刺正常了 所以我就特别庆幸 我庆幸医生呢告诉我呢 能够尽早的 把这个癌症的这个隐患 给消除了 癌前病变 对 赵叔叔呢 应该是对于肠癌了解的更多了 我们的单位因为每年都体检了 那么在二年的时候 我这个大便体检出来以后 是恶养性 就一个甲当时 那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关系嘛 我也没什么反应 有前血 好像也不通也不痒的 所以这个呢就化肆掉了 然后拖了半年以后 我到一个社区院去看病 这个院长啊 我把这个检查的东西给他看了 那个院长讲了 他说你这个老赵 你要重视 要去好好叫复查 我那个时候呢 我才重视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反应严重起来了 有什么反应 化念了以后呢 隐穴从一个家 到两个家三个家 那个时候我就慌了呀 那么然后听到人家讲的 你这个肠癌啊 到时候手术的话 有那个挂尿式弹的呀 又是什么 有什么什么的呀 所以我很焦虑很焦虑 当时这个情况 那么后来呢 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找到车人医院 诊断结果是什么呢 诊断结果就是恶性肿瘤 大肠癌 就是腺癌 我这个是几年以前啊 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每当这个 大便就稍微自己憋好 就疼 一憋就疼 然后呢 刚刚人没注意 结果后来越来越疼 越来疼 我就自己上网查了查 查他越查 越查越害怕 越查越害怕 就是有点 给你肠癌就对上了 但是呢 说去医院查吧 不查可能是不行 查吧 有法真查出来 这个就是思想压力特别大 刚才通过三位嘉宾的分享 我们发现啊 这个肠癌呢 其实离我们现实的生活 真的并不遥远 似乎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或远或近 都有朋友 家人 甚至是自己 都得了肠癌 那通过您的临床研究 发现 最近这些年 我们国家肠癌 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能不能请您为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 中国肠癌的特点 我们来揭示我们中国肠癌的 第一个特点 就是我国的肠癌的发病率 最近的几十年在迅速的增长 这个迅速的增长 是怎么个迅速法呢 就是第一个呢 我们整个发病的数量 是全球最大的 我们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 公布的新发肠癌的数据 是51.71万 那么这个51.71万 已经占到了我们所有的 当年的恶性肿瘤的第二位 占到了10.7%左右 也就是说 已经是我们所有恶性肿瘤 除了肺癌以外的 最高发病的这么一个恶性肿瘤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是每年的发病率 都在增长 就是一年比一年多 我们无论是年纪轻的 还是年纪大的 各个年龄段 都超过了全球的平均的发病率 所以这几个特点呢 就汇总成为 我国肠癌发病率迅速增长 而且是增长的速度 没有得到缓解 我们国家的肠癌的发病率 是在增加 而其他国家发病率呢 他们也是在同步地增加吗 还是有所下降呢 欧美等发达国家呢 现在已经有下降 而且每年3%左右的比率 在下降最近20年 应该说 他三之十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现象呢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肿瘤防控 防治 筛查的一个综合工程 就长崖来说 其中有一个最直接的 一个和大家相关的 就是一个做肠镜 等筛查的这么一个方法 我们中国人的肠癌的健康人群也好 高危人群 肠癌筛查的顺应性 是明显是低于欧美的 那么我刚才前面提到了 美国以及欧洲的肠癌发病率 现在在不断地下降 最大的得益 是来自于他的常进等筛查方案的普及和应用 他整个人群的生活方式 总数没有大的变化 但是他干预的这个措施上去以后 使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而我国正好相反 我们老年病人不断地增加 我们的生活习惯 以及饮食机构 在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都是死肠癌发生的这些变化 那么但是我们的干预措施没有上去 我们的筛查措施没有上去 早期诊断的措施没有上去 导致了我们最近20年 我们的肠癌发病率在不断地上升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 肠癌也被称为是富贵癌 对 这是不是和我们国家近些年来 经济水平有所提升 人们的这种饮食习惯 慢慢也发生改变 有密切的关系呢 一安宁丸提示您收看健康之路节目 这是不是和我们国家近些年来 经济水平有所提升 人们的这种饮食习惯 慢慢也发生改变 有密切的关系呢 密切相关 我们最近的30年 在座的各位朋友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我们30年之前吃的 跟现在吃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30年之前 这个活动的 跟现在活动的量 以及哪怕是喝水的量 等等都有很大的 运动量都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这也导致了 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它一个富贵癌的发病率 不断在上升 那么和肠癌相关的发病因素 可能有很多 但是吃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怎么能够证明 中国肠癌的逐年再往上涨 确实是和我们这种吃的 饮食结构的改变密切相关呢 第一个来自于流行病学的分析 那么他发现有大量的饮食结构 特别高蛋白 高脂肪 低纤维素 运动少 喝水少的这些人 相对来说他的发病率会比较高 第二个还有大众的一些 因果关系的科学研究 中国最近30年的饮食习惯的改变 我们整体人均的蔬菜的消耗量 不断在下降 而我们的猪牛羊肉的消耗量 在不断地在上升 这些都是和我们的肠癌发病 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已经有很多科学研究 证实了这些因素 和我肠癌发病是相关的 为什么如果要是多吃了这些红肉 少吃了蔬菜的话 就特别容易引发肠癌呢 我们在饮食结构里面 比如说高脂肪的饮食 那么它里面有一些饱和脂肪酸 那么这些的适入以后 在体内代谢出来的那些 食物残渣的产物 能够会使肠道粘膜的炎症反应 炎症因子会有大幅度的增加 来死的肠粘膜 有很多炎症刺激导致癌变 那么在全球已经非常明确了 分析得到红肉和肠癌的发病有关 然后高蛋白高脂肪的因素 和肠癌因素有关 而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蔬菜 水果 纤维素 这些本身是有利于 我们肠道的排便的 通畅的 而这些反而下降了 也就是有毒的成分多了 而能够排泄出去的因素少了 另外我们最近几年的饮酒量 我们的酒精的湿入量也在明显地在增长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致癌因素 酒精为什么也会引起来肠癌啊 我们知道酒精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对吧 但是它在代谢跟分解过程当中 有乙醇等等一系列的代谢产物 那么像这些产物呢 都是我们针对肠捏膜 有伤害以及致癌自炎自突变的相关的因素 老百姓想喝下去都到位了 喝了这个伤肝 喝酒伤肝 伤肾 可能和肝胃有关 其实酒精的摄入 它对肠癌的发病率是直接相关的 酒精目前是恶性肿瘤的 最高危的几个的致癌因素之一 所以对于那些高危病人 或者普通病人来说 饮酒一定要慎重或者适量 长期的饮酒 酒精湿入对肠癌发病率 是一定是会有提高的 那接下来请您为我们分享 中国肠癌的第二个特点又是什么 第二个特点是 我国肠镜检查 接受度低 这个我想问一问赵叔叔 当时您在确诊肠癌之前 有没有比如说定期的 去主动的做过肠镜的检查 没有 我们单位是每年都提前做提前 但是就是这个肠镜没做 为什么没做呢 这个没有这个概念 为什么去做肠镜呢 这么第二个年就是说 认为肠镜比较麻烦 麻烦什么呢 别麻烦 要吃药 要排空 这个东西好像很复杂 因为自己也没什么反应 那我何必去做这个东西呢 所以我这次就出了这个问题以后 我是广泛的宣传 亲切朋友 我一个一个打电话 就他们每个人都要去做 您给他们打完电话之后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他们态度也是很吃惊 特别是我兄弟姐妹 我的同学穷里面 那我是广泛的宣传的 您让他们做肠镜 他们愿意接受吗 他们有些接受 有些不接受 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愿意这个 大家都是一样的了 我很健康嘛 对不对 我永不得去做这么复杂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是个比较头痛的事情 何叔叔 刚才您提到了 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肠胃也挺不舒服的 那您有积极的 想去做这个肠镜的检查了吗 那个 我后来也是这个 朋友就跟我说 说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说这个呢 就是说 你如果真有病 你也得这个面对 你也不能说 你自己那个偏自己不行 刚后来到那儿 我一了解 还不是那么复杂 就是有那个 全麻的那种 就是睡一觉 结果检查以后的一些正常 如果没有这个 肠道不舒服的症状的话 您有想过要去主动地 做一次肠镜检查吗 至少我不会的 没有 是不是 而且我朋友要不劝我 可能都不去 那您得感谢您那位朋友 是 刘阿姨您的情况呢 我原来的时候 也没有这个意识去做 因为你知道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这个人 这个人群 特别怕去医院检查去 不检查吧 我觉得好像小毛病 都无所谓 万一检查出一大毛病 怎么办 说你有了癌了 你不是心理负担就大了吗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不去查 不到病厉害的时候 不去做检查 我这次是什么呀 是我看到 我身边有的人做那个血的 癌的筛查的时候 发现有那个 我呢 本身的指标也高了 所以医生建议我去查 我才去查的 但是通过我一查 我确实是发现毛病了 但是做完了以后呢 不是正常了吗 我就爱跟我身边的朋友 去讲这个问题 我有时候经常劝他们啊 咱们都这个年龄断了 然后呢 定期的应该去查一查 肠啊胃什么的 但是他们都反对我 你知道吗 他们反对您什么呢 那个干嘛查呀 我又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再说了 查完了要有病怎么办 我别给自己找烦了 所以呢 就不去查 我觉得还是应该重视一点 别到最后一到晚期了 查了就糟了 对不对 您说的太对了 嗯 我觉得真的是哈 通过访谈我们才发现 每个人的心态 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刚才呢 其实几位嘉宾分享了 他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呢 主要的心理状态就是 我没有不舒服 我干嘛要去做肠镜 这是不是也在临床 您接触这个肠癌患者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呢 对 这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 非常严峻的一个知识点的问题 我们现在肠癌发病的高危人群 所谓高危人群 就是你没发病 但是你将来发病的风险 比一般人群要高很多 这部分人群呢 我们会建议定期要去做肠镜检查的 但是所有这组人群里面 大概只有14%的病人 是听你的话 去做肠镜检查的 很低啊 很低 那么另外还有个数据呢 就是就像老赵这样 得肠癌的病人 在他得肠癌之前 就是正常的时候 有没有做过肠镜的 97%的人就从来没做过肠镜 所以这就是导致了我们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 爱情病变 得不到一个很好的防治 不易被发现 对 第二个呢 诊断的时候就偏晚期 所以我在这儿 还是要非常强烈的呼吁 作为常镜 不要怕麻烦 不要怕受罪 也不要怕花钱 也不要太自信 认为我没事 我没感觉 我就没有不舒服 应该相信科学 在一定的年龄的情况下 要去做肠镜筛查 另外还有一个呢 我还是要强调第二点呢 就是绝大部分的老百姓 没有认识到肠镜检查的重要性 那除此之外 您感觉还有什么样的原因 也导致我们国家肠癌的 这个检查率的接受度这么低呢 我想我们国家 肠镜检查接受度这么低 很大的因素是 我们对肠镜检查的重要性的宣传 以及它在防治肠癌当中的重要性 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 也就是老百姓的了解 这项手段 对它的健康 对全民的健康的重要性 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和宣传 这是不是和您一开始提到的 我们国家肠癌的这个发病率 在逐年的上升也有密切的关系呢 直接相关 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肠镜检查的 接受度提升 普及率增加 那我们就能够发现 很大部分的癌症病变 得到及时的处理 把血肉啊 腺瘤啊 给它处理掉 那将来它就不会癌变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降低发病率的 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另外一个呢 我们常规没有症状的时候 去肠镜做出来的毛病 哪怕是你已经癌变了 早期吧 治疗效果好吧 做手术以后 根治率应该在90%以上 那么它的生存率也会大幅地提高 死亡率也会大幅地下降 所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筛查和早期诊断的一个手段 这个生存率和死亡率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呢 如果说我们的肠癌 是一期的肠癌 它的治愈率在95%以上 二期基本上在80%左右 而到三期的就下降到60%以下了 到四期也就是晚期的病人 相对晚期的病人 它就低于15%了 所以它的治愈率相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定要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你别让医生 这个用尽自己的方法 最后还治不好病 因为发现了太晚 你只要早期 医生总有办法把你治好 您一开始提到 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近些年来因为肠镜的普及 导致他们的肠癌发病率是在下降的 那肠镜的介入 对他们这个肠癌的治疗 比如说五年的生存率 还有包括死亡率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美国2000年之后 它推广了常境的检查的这么一个健康手段 它的成年人接受常境检查的比率 从20%上升到60% 全民它有60%的人 该到做检查的时候 它就去做常境检查了 这样使得它发现了大量的癌前病变 进行了处理 这也使它发现了很多早期肠癌的病人 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这是我们认为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当中 美国肠癌发病率持续下降 它能够保持很高的治愈率的 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我们还在这里 要再一次强调和重申 这个肠癌检查的重要性 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动画 让大家来看一看 常境究竟是怎么做 为什么做完了这个常境 就能够发现很多问题 甚至还能够解决掉一些癌前病变 常境它其实是一个肠癌侦查病 它是通过我们的内境 前面带有光源 然后通肛门里面 一直把整个大肠从头到尾 全部仔细地侦查一遍 也就是最直接的 最直观的能够发现 肠粘膜上面的各种变化 你看前面就也可以看到 有一个蟹肉 这样的蟹肉 我们在肠镜下面进行处理 就会非常方便 一个圈套器 然后把这个膝肉圈住 连根给它用电给它烧掉 彻底去除掉这样一个 将来可能会发生肠癌 癌变的一个病灶 然后用一个蓝兜 把它拉出体外 在显微剂下面 仔细进行分析 看看它有没有癌变 如果有癌变 它的生物性行为怎么样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 我们说的肠道的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个侦查病 和治疗的一个工具 刚才三位嘉宾说了 当身体没有出现 特别不适的症状的时候 不会主动地 去做这个肠镜的检查 那就您而言 您建议大家 比如说到了什么样的年龄段 或者身体有什么样的 异样的感觉的时候 咱们就有必要 去做人生当中的 第一次肠镜的检查 我在这儿就是要强烈呼吁 我们的一个健康知识 和健康的一个理念 不要到有不舒服的时候 再去做检查 我们健康的肿瘤筛查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手段 也就是我们在 没有症状的时候 我们45岁以上 我们就应该去 做一次肠镜了 那么如果说没病 查出来正常的 我们每五年去检查一次 那你后面的人生 就会非常安全 如果说你发现了 肠镜内有腺肉 当然要马上处理掉 处理完了以后 隔年或者每年再查一次 如果要是在这个家族当中 有直系的亲属 曾经得过肠癌的话 那作为其他的这个家人 他们有必要 比如说更早一点的 去做这个肠镜 提前五到十年 如果说有一批人 我们是有家族性的 肠癌发病率的话 那么他的肠镜的 间隔要缩短 有时候一到两年就要做 而不是五年 有没有这样的 让你意向深刻的 家族的病例呢 有这么一个家族 他妈妈得病 他的姨也得病 那么然后我们 在这个家系当中 我们去动员他 你说你这个很危险 你得去做肠镜检查 结果一场肠镜一检查 发现他家系里面 得吸肉的病人的 比率非常高 那么针对这些病人 我们进行了 及时的吸肉干预治疗 希望他家族里面 这些病人将来 不要发生癌变 那其实做这个肠镜检查 对于整个的这个家族来说 意义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和深远 对 如果要是没有做 这一次肠镜的 全面的检查的话 很有可能 未来的五到十年 保不齐 就有可能会发生肠癌 对 因为肠癌 它是一个懒癌 除了它的富贵癌以外 它是个懒癌 它从发病开始 到真正成为一个癌 它有五到十年的 发展过程 也就是它早期 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真身 普通的腺瘤 腺肉 慢慢长 长成这个腺肉 又不典型真身加重 最后才变成个早期癌 所以它的癌前病变时间 短的有五年 长的有十年以上 这使得我们有很多的干预的机会 能够阻断它 能够在癌症病变的时候 能够防治它 在早期的时候能根治它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懒癌 刚才赵叔叔也提到了 您给您的家人 也打电话 让他们去做肠镜 他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发现问题了吗 血肉 基本上都有血肉 基本上都有血肉 我两个妹妹 她是在宁波的 有血肉 就是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那么结束给它搞掉了 切掉了 没有变成癌的 那这个他们这样子 我还是比较欣慰的 对 但是还是做一次肠镜 更放心 更踏实 所以针对肠癌 筛查 肠镜非常重要 能够早筛查 早治疗 是改变命运的 最主要的方法 恰恰因为有了这一步 做了肠镜检查 而且摘除了肠息肉 也就是癌前病变 那就是从一定程度上 阻断了肠癌的发展的进程了 对 它不但是个侦察兵 还是个保卫兵 对 好 那刚才我相信 可能更多的朋友 已经认识到了 做一次肠镜的必要性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丁医生 继续为大家介绍 中国肠癌发生的特点 第三个特点是 第三个特点是 我国肠癌患者 保肛手术的成功率高 保肛手术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 是比较陌生的 对 能不能先跟我们科普一下 什么是保肛手术 保肛手术是针对直肠癌 来保留它的肛门 然后呢 保留肛门的器官 然后保留肛门的功能的 一个成功手术 我们可以通过道具 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可以吗 好 来 请上道具 您现在收看的是 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 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敖冬牌 安神补脑液 安神又补脑 睡好 精神好 这个模拟的就是人体的肠道 保肛手术怎么做呢 保肛手术是针对直肠 这个区域的病人的根治性的手术 我们直肠这一段呢 是非常临近于肛门的 我们人体的肛门 对于我们消化系统的排泄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肛门被切除 就要挂带子了 非常不方便 但是保肛来说 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既要把肿瘤切干净 又要把肛门保留下来 那么肿瘤的位置 肿瘤的大小 就是非常重要 如果说这个肿瘤 是距离肛门有七厘米 那么我们肛门是在这儿 肿瘤是在这儿 那么我们第一个要求 我们要把肿瘤切干净 所以周围要给它 这个根治性的切除 我们在肿瘤的下缘 切一到两公分的距离 然后把肠子重新再接回去 那么就保肛 这肛门区域的功能就保住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肿瘤 是在距肛门四厘米 或者五厘米左右 比较低的位 更近了 更近了 我们只有四五厘米左右 那么这一段要去切除它 它的难度就会非常大了 因为作为低微保肛来说 我们要给它完整地做肿瘤切除 肿瘤下缘 我们要切到一到两厘米 多切两厘米 第一个要保证根治 要切干净 第二个要保持功能 所以这个手术难度是非常高的 是 所以说我们采取几个措施 第一个措施 要让这个肿瘤要治疗 通过治疗也给它缩小 比如说缩小以后 它就缩回去了 又缩回一厘米 那么这个在寸土寸金的 这个保肛的空间里面 就得到了一个手术操作的空间 所以我们这时候 在肿瘤下面的一到两厘米 把肿瘤切掉 那么剩下还有三厘米左右的直肠 那么然后把上面的肿瘤也切掉 上面的肠子也切除 把淋巴清扫 能够清扫掉以后 把整个 就是把肠道和肿瘤一起给它去掉 对 把肠道肿瘤以及周围淋巴结 全部给它去掉以后 我们要把肠道的连续性 要重新接回去 所以这时候 我们把它重新做吻合 大便就能够又从肛门排出去 所以要完成一个成功的保肛手术 既要保留肛门的形态 也要保留肛门的功能 保留肛门的功能 有很多很多的要求 就是分辨还要通过肠道 顺利地走这条新的路 然后顺利地排出体肠 对 这也是很难的 所以下面这段肠子越低 吻合越难 如果再往下就更难 接起来难 它的功能的维护越难 这个确实是难度不小的一个手术 我想问一下赵叔叔 您的肠癌发现的时候 它是离肛门有多远的距离 您清楚吗 六个厘米 六厘米 那已经很近了 这个符合保肛手术的条件吗 如果这六厘米的肠癌 在二三四年之前 可能就保不住了 但现在我们技术在进步 我们治疗手办在进步 通过缩瘤 使它肿瘤缩小 然后通过我们一些手术技术的完善 成功地进行了保肛 六厘米也可以 那最短你们做过多少厘米的呢 从我个人的意见来看 七厘米以下 我们叫做保肛手术 五厘米以下 叫低位保肛手术 四厘米 三厘米左右 那些呢 就是我们叫做超低位保肛手术 它的手术的难度和手术的技术 都有所不一样 其实作为保肛手术来说呢 是一人一侧的外科手术战役 它不是一个刚才减一下就能实现的 它要周围的神经啊 以及是功能啊 肌肉之间的层面啊 在保证它肿瘤能够手术 切干净的同时 把肛门要留下来 测是哪个测 策略的测 哦 一人有一套策略 对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中国目前我觉得在国际上面 还是有非常有领先性的一个技术 好 清楚了 谢谢 好 我想请问一下赵叔叔 您手术之后已经有多久了呢 一年 一年多了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可以说自我感觉非常好 我对肛门一点没影响 手术做了以后一点没有影响 哦 现在一天能拍一次遍吗 基本上每天都是一到两次 哦 那很好哦 因为我有这个病嘛 所以这个大病那出来 我是每次都是要很仔细地去看它 嗯 哦 那个是不是黄颜色的啊 是不是额色的啊 嗯 那么特别做了以后 基本上 那个是三个月复查一次 嗯 到丁院长那儿 那么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所以治疗的效果真的非常的理想 心情各方面也比较 比较好了 比较好了 是啊 看您现在的这个状态 我估计可能很多这个 曾经患过肠癌的朋友 也会非常羡慕您目前的这种 恢复的 这种水平 对 所以要特别感谢丁医生以及他们的团队 对 真的 那丁医生在您的带领下我们医院现在做这个低位的保肛手术近些年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成绩吗 我相信和我们医院一样 中国的很多优秀的单位都在最近几年大幅度的提高的保肛率和保肛效果 就我们医院的数据来看呢 2000年吧 20年之前我所有的肠癌一年肠癌的病人 大概有9%的人是把肛门都切掉了 那到了2020年20年以后呢 只有1.8%了 这个对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一方面是医生水平的提升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 也使得我们最近这10年20年保肛率在逐步的提升呢 就跟主持人讲的手术技术的提高是最根本的 手术技术的提高来自于操作的经验 我们知道中国的外科医生在这个领域当中 他的实践的次数跟机会 以及专业的精神在世界上面一定是领先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也用各种各样的先进的手术设备 包括腐强镜技术 然后这个达芬奇技术等等这些 还有综合治疗的缩流技术 要肿流缩下去以后再保肛 那么这些是技术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和西方人有所不一样的天然的优势 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 他的肠道气势和严正的比率比较低 就是刚才我不是把那个肠子接回去吗 接下去这段肠子的质量好 也是有利于保肛的 那而西方国家呢 他以壮技肠也就上面这段肠子的气势 严正的比率非常高 所以他们往往要扩大切 就要切的范围要大一点 也大大的影响了他的保肛 这个效果和这个百分比 所以我说我们中国特点就是保肛率高 这是一个又有天使又有人和又有一身努力的一个结果 那目前我们国家啊 这个低位保肛的手术的水平 与世界同行业相比较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 领先水平 我想如果说综合治疗 中国是跟着欧美走 那保肛手术 我有信心讲是欧美跟着中国医生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实践的结果 实践的经验 以及是最后的效果 都比他们强 除了做这个手术的治疗之外 如果要是患了肠癌 尤其是晚期的肠癌的患者 还需要再做一些放化疗的治疗吗 根据实验证 有些病人是需要做的 如果说是进展期的肠癌 无论是直肠还是结肠 到了三期 如果有淋巴基转移 或者有肠外侵犯 那么这部分病人呢 我们是需要做放化疗的 那有些病人是需要在赎前做放化疗 那通过您多年的临床的研究 包括接触了那么多的肠癌的患者 也帮他们找到了人生的希望 那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展望一下 未来中国肠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针对中国目前的状况 未来我想可以预期 第一个重视预防 也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饮食习惯的良好 是我们防治肠癌的非常重要一点 也就是我们防病于未然 第二点呢 我们说是要早筛早诊早治 通过肠镜啊 大便检查 肿瘤筛查的这些方案 能够使得肠癌能够早期诊断 得到预防 第三个呢 我们要相信医学 如果得了肠癌 你要相信我们能够给它治愈 那么能够保留功能 能够提高生活质量 三者结合起来 我们最终达到的目标 使中国目前肠癌的发病率要下降 死亡率也要进一步地下降 好 非常感谢丁医生今天的分享 好 谢谢大家 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参与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